炮兵是以火力来杀伤敌人 因此火力的集中 机动与袭袭 是主宰战场的首要手段 目前国军所佩服的各式自走炮及多管火箭 已经大大的增进了它的机动力 此外 镭射观测机与射控电脑的佩服 更提升了它的准确性 另外 有关各式的精灵炮弹 植母弹的佩服与发展 使它的对敌人的杀伤力 更提到了空前的程度 最后 炮兵在自动化的增加 使人员数字的要求 日益求精 也相对的减少了一般兵员的需求 更能落实国军的精兵政策 我陆军炮兵二代兵力发展的方向与目标 是轻型火炮制式化 中型火炮自走化 重型火炮飞弹化 目标获得电子化 射击指挥自动化 但是这些先进的现代化装备 更需要卓越的领导干部 精神训练的专业技能 与正确落实的装备保养 才能确保战力的提升 在这里 我愿意与大家共同来努力 以达成建军备战的艰巨使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